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阿凱,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搶先來看,稍後幾樣這場的地獄集 大家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們想在直播中看到的隊伍 我們都會一一的為大家嘗試了 不得不說,本週的地獄集根本就超做球 難度根本是偽地獄集 藉在地獄集跟夢魘集之間 第一關這裡呢,他的第二條血條就直接給你一個凍結圍成 所以你不是那種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的隊伍 就很難通關了 所以這一次的話,能夠通關的隊伍少數 除非你要吃石頭堡在想 那我們直播中也都會為大家嘗試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所以你們一旦有覺得哪一隊是可行的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們可以在直播中嘗試 好,那整體過的地方後面來講就是簡單許多啦 那這次要注意的除了第一關之外 接下來就是王關了 王關這裡有個附加盾 所以你勢必要再附加 能夠附加在敵方身上的一個主動技能 然後注意到這兩點 其實這個地獄集就得這兩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還有更多要注意的地方 好,第一關除了冬結衛城之外 在一進場是90%中毒的一個考驗 並且附帶著高攻擊力 所以就意味著 你的隊伍除非有極高的減傷 不然就沒有辦法擋下這個中毒盾 就沒辦法跟他對魔 所以在一開始你只有兩回合的時間 進入到第二階段 那第二階段這裡呢 就會動結圍城 加上客戶血100% 所以在這裡的話 這等於是你到第二階段那一瞬間就要逮走他了 那解決這個冰凍圍城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開下解冰凍珠的角色卡 第二個就是種族珠 在三階段有整版的種族珠 帶到下一個回合 這個有兩個方式可以去做解決 那其中第一個方式呢 解冰凍珠目前妖精的有一個 地獄集的卡片 我忘記名字了 然後再來的話 狂魔蟹也可以解 但狂魔蟹的CD都很長 所以很難洗到跳起來 要不然就是冰河 冰河的CD也是偏短 然後再來免費的就是春香 但他們的CD都是5以上 所以正常來講在前面真的是很難洗好技能 所以在這邊的話 可能第一關就要遲遲洗技能啦 之類的 正常的隊伍情況下 不然就是一進場跳CD的就是 或者是青龜或者是翡翠 這種的話 才有辦法去讓你的隊伍 可以直接的解掉這個冰凍珠 所以這個的話就有點做球的感覺啦 然後第二關這裡是翼補盾 翼補盾更是限制了青龜 因為這邊有10萬的翼補盾 而且它是越攻越強的一個攻擊力 那本身是一進場打你一次是2萬 然後再來是4萬開始起跳 所以基本上你能夠補的回合就是3回合 3回合就要帶走它了 好那再來第三關 第三關要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是 然後有高達2億的血量 所以需要一個小爆發 那並且它會鎖你 暗屬性成員的攻擊力 以及主動技能 然後也會鎖定場面上面的暗珠 所以這邊這兩條血條 就是客製暗屬性的啦 沒錯 青死王又再次的被針對了 好那來到第四關這裡 手銷全水盾 而且擦型燃燒越攻越強 那其實這邊你只要注意一下水珠 可是它燃燒是有點痛的喔 是碰一次扣20% 所以最好還是那種 能夠轉出固定版面啦 或者是 能夠幫你轉出整版的水珠之類的 都可以解決這種盾牌 要不然再更甚至就是 你的隊伍是本身無視燃燒的 這種可以比較好解 好那王關啦 王關這裡的附加盾 是你一定要面對的 所以你一定要帶能夠 附加在敵方身上的 附加在敵方效果 的一種主動技能 像是青龜他本身就帶這種技能 或者是 埃及神之類的 好所以在這裡的話 他並沒有像上禮拜 那麼機車 比如說你一定要冰凍或燃燒 沒有他這邊就只有寫附加盾 好那再來他會扣血100% 不過是CD2其實是蠻佛心的喔 你只要注意到強化盾跟附加盾 加上去就可以了 好然後第二條血條 一回合的攻擊力變成0 然後首回合是火珠的引爆 然後會 試火珠的引爆來增加他的狂暴程度喔 然後無視減傷 好那這裡的時候 無視減傷已經抑制 所以更新什麼都沒有用 然後他在血量就是 1億 那還好 所以這邊的話建議是帶龍科是可以濾珠的喔 第一條血條我們直接開個龍科 然後直接到第二條血條是可以把火珠全部濾掉 那你要能夠擋下3萬7就可以通關了 好那這邊看完呢 呃幫大家整理一下比較難的地方喔 第一條第一關的第二條血條整版的冰凍 然後再來第二個比較難的大概就到 王關這邊有個附加盾 然後第三個真的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能夠擋下王二的3萬7的攻擊力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三個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啦 那本週的成就是 5個屬性 對洋戰友槍頭 以及3個上妖精 這感覺都可以 這感覺可以用翡翠一次解完耶 對所以感覺就是做球給翡翠的一個地獄集啦 但我覺得很可惜啦 這麽好用的妖精的一個固定版面 居然是做球盾來著 我是覺得有點尷尬 對好 就希望我們可以研發出更多的隊伍喔 讓大家都可以拿到這麽好用的免費轉版卡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更多 歡迎新的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